再来看到国民党方面 立法院长王金平昨天一席 征召义不容辞的说法引发议论 因为原本这周五 国民党就要进行总统初选民调 只要唯一登基的红秀柱 闯过30%的门槛 依照初选机制就得提名红秀柱 今天持续受到讨论 党的论和决定 我都是义不容辞全力以赴 立法院长王金平 抛出征召义不容辞的说法 为国民党总统初选在线波澜 所谓初选之后所做的任何的决定 我们也一样义不容辞 全力以赴 高层不是在商在市的说 要遵照这个机制按照制度走 如果我通过了层层的考验 也通过了这次民调的考验 请问有什么理由要叫我退出呢 如果这样做 我几乎可以预计 国民党有何面部在面对我们的支持者 身为国民党总统初选唯一登记候选人 红秀柱直问高层 不是一再宣称要照初选机制走 外传王朱结盟拦截红秀柱 王金平朱立伦两人双双驳斥 红秀柱也说要用意志克服传言 如果我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我接受协调或者是外界所传的很难听叫戳掉 我有何面目来面对支持我的人 我还有人格吗 我很有信心住宿节会过30% 怎么可能会有后续的问题呢 所以如果不照初选制度走的话 没有人会相信国民党的改革 没有人会尊重会尊敬国民党 所以我相信王金平院长是从这个大的角度 不过平然一讲 谈这个话的时机 真的是大概晚了几个礼拜 尽管立法院长王金平再度重申 要当国民党的团结种子 仍有党内立委质疑动机 认为王金平在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公布前 突然宣告恐怕再度搅乱 一池春水 新台湾亚台电视 陈污谣承之轩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新台湾亚台北采访报道